这一节说 coc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呢我们来讲正哥跟余哥函数的图形的画法 那一样我们的方法还是用瞄点法 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呢 second x tenas cosine x 的导数 所以我们建构在这个 cosine 的图形上面 把他颠倒过来就好了 所以呢我们一样先把cos的这些重要的值先把它点出来 我们做到3π cosS的0呢是1对不起 是1那90度的话是0 π的话是-1就像这个画面上所显示的 那secondS呢刚好是它的导数 所以1还是1 0的话就没有定义 -1的话还是-1 0的话没有定义 1的话是1 0的话没有定义 -1的话还是-1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把cosS的这个图形再画一遍 好先把cosS的图形再画一遍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这个什么 2π 还有2分之3π 2分之5π 这个地方会没有定义 所以我们先把它标注一下 那原本呢cosS的图形长得是像这样子 好 长得是像这样 那我们知道secondX呢是它的导数 所以呢 把它颠倒过来 就像这个波峰的地方呢 波峰的地方变波谷 波谷的地方变波峰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按照这样子的结果把它画出来是红色的这个部分 好红色的部分呢就是secondX的图形 好就整个把它颠倒过来 整个把它颠倒过来 好 好 所以这是secondX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质有哪一些 好 一样我们先把图画过来 好 那我们先看它的定义 那定义 那定义的话 同学们可以发现我的X不可以等于多少 不可以等于2分之π啦 2分之3π啊 2分之5π都不行 所以我们写成集合的样式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X不可以等于kπ加上2分之π 那我的k是属于正整数 不对 是整数 k是属于整数 k是属于整数 好 比-1来的小 小1或等于 所以写成集合的样子就是我们这个画面上面所写的这个形式 我们知道呢 y是任意的时数 但是呢 y必须要大1等于1 或者是小1等于-1 那周期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周期跟cos一样都是什么 都是2π 因为它是它的导数嘛 所以它一样是2π巡回一次 2π巡回一次 好 最主要是它的对称性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对称性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 第一种的对称是什么 它每一个 这个对称轴呢 会发生在 这个s等于kπ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的最低值啊 最 就是它的最低点或最高点的地方 那k是整数 k是整数 第二种呢 它的机有性呢 就是说 second-s带进去的时候会等于 second-s 所以我们知道它被吸收掉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偶函数 偶函数 那偶函数的图形呢 一定会怎么样 对称什么 对称y 那以上就是这个正哥函数 就是second second的一个图形 以及它的性质 那同样的我们也顺便呢 就把这个鱼哥呢 cosecond-s呢 把它按照同样的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呢 cosecond-s是sin-s分之1 也就是sin-s的导数 所以呢 我们一样先把sin sin的值呢 先把它写出来 好 我们知道sin-s 0的话是0 1 0-1 0-1 这样把它写出来 那cosecond 是它的导数 所以0的时候是没有定义 1的时候是1 没有定义 -1 没有定义 1 没有定义 好 我们把它建构在sin-s的图形上面 所以我们一样先把sin 画出来 那它会在π、2π、3π等等这些 这个值上面 x在这些值上面会没有定义 所以我们就把它 先把sin-s画出来 好 这是sin-s 那一样 我们把它倒过来 就是波峰变波谷、波谷变波峰 所以呢 翻过来之后呢 这个红色的地方 是谁 是cosecond-s 你会发现 长得很像 刚刚那个second 只是它的位置会不同 因为cos 跟sin是差了2π 差了90度 那这两个也是一样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质 一样 我们来探讨它的定义 那么定义 我们知道跟second不太一样了 它是怎么样 它的x不可以等于π、2π、0、3π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写成集合的样式就是s 是实数 但是呢s不可以等于kπ 那么k是什么 k是任意的整数 好 那直语呢 直语我们也发现 我的y呢 一样是怎么样 比1 还要大 比-1还要小 所以是大于等于1 或小于等于-1 那任意的实数 但是必须要比 1来的大 比-1来的小 那在这个部分呢 周期一样跟什么 跟sign是一样 一样是2π 好 一样是2π 那它对称性呢 对称性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对称轴分别会是在这个 x等于多少 2π啊 2分之3π啊 这些线上面 所以它是kπ加上2分之π 那k是属于正整数 各位可以看得到 好 就是它的最低点 红色的部分的最低点 跟什么最高点的部分 画下去 好 我大概画一下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是对称轴 这一条也会是对称轴 以此类推 好 那另外呢 它的g有性呢 我们就知道说 因为cosc-s 会等于-cosc-s 所以它是属于g函数 g函数 我们知道它对称什么 会对称原点 会对称原点 好 所以以上就是正鸽跟鱼鸽函数 那么 有关于三角函数的六个函数的图形 跟它的性质 我们在这边都已经讨论完毕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来做一些立体 做一些立体 好